大家好,我是安大雄 上期视频我们说了关于强迫思维和胡思乱想的问题 大家也都知道了观察部评判 但是还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本期视频呢,不仅仅是分享给大家冥想的方法 还有如何训练自己从散乱的思维中解脱的具体方法 以及冥想的好处 还有关于冥想中遇到问题的解答 本期视频重点在于让大家理解为什么要冥想 还有具体应该怎么做 关于姿势的介绍我都会放在后边 因为姿势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上期内容我们说了观察部评判 杂念会自生自灭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获得新的视角 不在思维的掌控下生活 但是具体做起来非常困难 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在不断的思考中度过的 都是在思维的认同和控制下生活的 一下子真的很难摆脱 想要从思维中抽离出来 首先要破除时间感 我们的思维经常在穿越时间 一会儿再重复过去的记忆 一会儿再想象未来 但无论如何 也都是在当下这一刻发生的 过去发生的事情是在过去的当下发生的 未来也是在未来的当下发生的 也就是说时间虽然是连续的 但是我们无法让身体真的穿越过去和未来 我们只能从当下回忆过去 从当下想象未来 而所有的行动和感受也都只能发生在当下这一刻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无时无刻都在发生 当下这一刻它不是静止的 而是流动的 就像是一个电影的进度条 我们只能生活在这个进度条这里 也就是当下这一刻 既不能够快进 也不能够倒退 我们的思维强大的地方 也是它产生心理痛苦的地方 就是它通过过去的记忆 对未来的想象 产生对现在的不满 它总是在进行变成的活动 我们对自己不满意 我们总是想要改变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也总是想要控制未来可能发生的结果 因此很痛苦很无奈 那么想要让内心平静下来 不再有痛苦和执念 就要停止变成的活动 舍弃对过去和未来虚幻的时间感 回到当下这一刻 怎么样才能够回到当下呢 既然我只能活在当下 那么我为什么又要回归呢 我们想一想 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都没有真的去感受当下 只是活在思维和想法之中 不断地在思考着什么 在盘算 在评估 在努力地想要变成某个样子 某个人 或者得到某些财富 地位 爱情等等 而情绪也在干扰着自己 因为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想象 都是与情绪绑定在一起 想起不开心的事情 心情也会不好 想起未来不好的结果 心情又会变成担忧恐惧 而当下到底有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呢 其实没有 大部分都是自己的想象和回忆 即使正在发生 而我们自己又在对这个事情进行新的解读 重新回到思维模式的思考过程中 无法静静地观察 想要回归当下 我们首先就要利用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就是我们的身体 到底什么才是当下正在发生的呢 你脑海中的那些记忆和想象肯定不是 只是思维模式运算出来的结果而已 当下正在发生的 是你身体的感受 比如呼吸 比如你正在看到的 听到的 你的味觉 嗅觉 触觉 等等 这些感官系统 这些纯粹的身体感受 就可以作为锚点 作为一个回归当下的钥匙 帮助我们从思维的怪圈中解脱出来 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 很简单 比如我们把呼吸作为一个锚点 作为一个注意力专注的点 首先我们先要把注意力专注在呼吸的感受上 去感受气息的流淌 它进入身体 然后又再呼出 呼吸时 肌肉的运动 仔细地感受整个过程 当然这个过程有的时候自己会走神 也就是又在思考一些其他的事情了 那么当你觉察到自己走神了 也没有关系 自然地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呼吸上 之后 如果你又走神了 那也没有关系 再重新拉回来就好了 那么这个过程 就像是健身时候的肌肉运动一样 一来一回 你的注意力 就会慢慢地得到提升 不再那么容易被散乱的思维 牵着鼻子走了 这就是所谓的关息法 当然 其实并不一定局限在呼吸上 任何的感官 其实都是可以作为锚点 比如在吃饭的时候 在喝水的时候 仔细地品尝食物的味道 仔细地感受咀嚼时肌肉的运动 比如散步的时候 仔细地闻空气的味道 仔细地看着路上的行人和车辆 或者感受肌肉在走路时的运动 听音乐的时候也可以 健身的时候也可以 其实在生活中都是可以练习的 那么在生活中 当你开始胡思乱想 进入到自动化的思维模式中了 千万不要批判自己怎么又走神了 没关系 再把注意力拉回来 重新放在这些感受上 那么说到这里 很多朋友就会很纳闷 这期不是讲冥想吗 有了以上的理论基础 有了上面的这些方法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学会冥想 冥想的历史 也有两三千年了 它来源于佛教和印度教 这个方法也被称为打坐 静坐 刚才我们所说的回到当下 就是在讲冥想 只不过区别在于 冥想它是更集中地去练习 因为你会关闭其他的感官 排除其他的干扰 直接面对自己的内在世界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冥想开始在美国这些发达国家流行 科学家也证实了 冥想对身体的影响 首先是心率和血压都会降低 耗氧量和新陈代谢率会降低 血液中乳酸水平也会降低 这就意味着焦虑感会明显地降低 皮肤电阻增加 大脑阿尔发波的活动增强 也就是让人进入了一种 深度放松的状态 在心理上精神上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是觉察力的提升 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状态 自己的思维和情绪的运作 杂念会减少 更加地平静放松 我自己最明显的感觉就是遇到棘手的问题或者是症状来了 会有一个缓冲 也就是没有那么急躁烦躁了 不那么容易生气了 定力明显更强了 大脑思考问题呢 也更有秩序 更清晰了 好处有很多 咱们就说到这儿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 冥想的要求和姿势 首先要找一个安静的环境 没有干扰 手机最好是关机 或者是飞行模式 可以先设定一个闹钟 打算冥想多长时间 刚开始可以设定五分钟 然后逐渐地延长 十分钟 十五分钟 半个小时都可以 我建议大家每天至少保持两次的练习 早上起床之后 和晚上睡觉之前都可以练习 冥想的姿势啊 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说法啊 比如说是坐在椅子上的 大家看到的呢 也有很多是盘腿的 我建议大家还是去盘腿 因为我自己感觉 确实盘腿之后 更容易进入状态 因为这样坐着 确实更稳固 坐的时间更长 而且这是两三千年沿用的姿势 肯定有它的道理 具体盘腿的姿势呢 有三个 初学者可以使用简易做 慢慢的可以尝试单盘 也就是一条腿压在另一条腿上面 累了 麻了 可以换过来 双盘是最难的 我是练习了一两年之后 才过渡到了双盘 这三种就是游易到难 大家循序渐进就可以了 姿势啊 有五个地方需要注意 第一个是舍底上额 这样鼻子的呼吸会更加通畅 尽量不要用嘴呼吸 除非你感冒了 或者是鼻子不通气 第二个是脊椎一定要直 要正 不能歪着身子 也不能弯着背 如果一开始坚持不了很久 那可以在背后靠一个靠枕 第三个是手的位置 可以放在膝盖上 或者是放在丹田处 第四个是眼睛可以闭着 也可以睁着 一开始呢 练习最好是闭着 第五个最重要 就是要有节奏的复式呼吸 呼吸的节奏一定要缓慢 均匀 复式呼吸 在之前的一期视频中有提到过 大家可以按照那个呼吸节奏来冥想 在冥想之前 要让自己全身放松下来 如果很紧张 可以先去运动一下 或者练习 渐进去肌肉放松 然后再去冥想 姿势我们介绍完了 很多朋友还是会有疑问 冥想就是什么都不想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冥想不是发呆 也不是什么都不想 那样很容易就变成枯作 甚至有的朋友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这肯定是不对的 冥想它是非常专注的觉察 是面对思维观察不评判 静静地放松地感受自己身体的感觉 感受自己注意力的变化 想要做到这个状态 我们必须要借助一些方法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方法 第一个关系法 就像开头时说的 刚开始要置心一触 先设定一个锚点 在一开始冥想的时候 安安稳稳坐好了 闭上眼睛 开始感受呼吸的整个过程 吸气呼气的感觉 感受气息的流动 可能过一会儿你的注意力跑了 开始想今天中午吃什么 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发信息 这个时候不要批评自己 当你觉察到自己正在思考其他的事情 那就重新把注意力放回到呼吸上 这样练习的时间久了 那么你平时一开始烦躁 胡思乱想 那么你就可以切换到冥想 这个呼吸的节奏上 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呼吸上面 等待这些消极的情绪和这些想法沉淀下来 第二个方法 属吸法 属吸法和关系法一样 都是把呼吸作为锚点 但是属吸法在关系法的基础上 加了一个技术的环节 也就是当你完成一次呼吸的过程之后 默念一 然后再来一次呼吸的过程 默念二 一直数到十 这就是完成了一组 接下来呢 还是继续保持呼吸 默念一 然后是二三四五六 移植到十 重复这个循环 这个方法会更加的专注 就像是健身一样 一个动作多少次多少组 但是这个属吸法 不要太纠结完成了多少次 多少组的呼吸 我们只是通过计数来增加自己的专注力 不要像健身一样设定多少次的目标 对于冥想来说呀 只是控制好冥想的整体时间就可以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走神 那么觉察到走神了 就再把它拉回来 继续计数就可以了 第三个方法是默念口令 其实这个方法跟数吸法差不多 只是把数字替换成一些积极的词语 比如说放松 平静 一切都会好的 这些积极暗示的词语 增加一下自我暗示的效果 其实大家也能感觉到 冥想在一开始就是要利用身体 因为直接的对思维进行旁观是很困难的 我们利用身体正在发生的这些感受 才可以重新的回归当下 每天坚持两次冥想 同时在生活中经常练习回归当下 这个时候的注意力 就不会总是在思维里边打转 也就没有那么多情绪的困扰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描述一下冥想的状态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文字并不能够准确地描述 我还是鼓励大家尽量自己多实践 刚开始冥想的朋友可能会很恐惧 闭上眼睛想法就这样冒出来 完全没有办法控制 怎么办 那就别控制 放手吧 又让它自生自灭去吧 你只是感受呼吸就可以了 大概等个十分钟 想法就会越来越少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练习之后 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体验 我来说说我自己对冥想的一个感受 首先 冥想的感觉是平静的 放松的 甚至有点充实感 幸福感 它是一种无条件的存在状态 在冥想的时候 你就坐在那里 你不需要得到什么 也没有人跟你比较 也没有人要求你去做什么 你只是你存在本身 也不需要去把自己的感受建立在自己没有的东西上 你不需要变成别人 你就是你自己 这种感觉不像是你平时一样 拼命地 使劲地去做假法 去努力地争取才能获得 恰恰相反 是做减法 是毫不费力的 是停下来 慢下来 是清空掉一切的定义和假设 只是在此时此刻 只是在此时此地 你就是你所感受到的你自己 当你睁开眼睛 重新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一切都是新的 在本期节目的最后啊 我们就来回答一些关于冥想的提问 第一个问题 冥想就是坚持不下去怎么办 因为我们没有接触过这个感觉 就像是刚学习写字一样 肯定不可能一天两天就学会 还是要去坚持 要有耐心 一开始呢 可以增加练习的频率 可以缩短练习的时间 比如一天四五次 没事的时候呢 坐着也可以关呼吸 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 慢慢的延长冥想的时间就可以了 冥想是强迫自己 把注意力锁定在呼吸上吗 停止思考 那我怎么生活呢 千万不要强迫自己 这个过程啊 是自然的 是放松的 在你思维散乱 注意力跑偏的时候 不要批判自己 怎么又走神了 不需要这样 你只是轻松的 平静的 把它引导回来 不要强迫自己 把注意力放在呼吸的想法上 而是放在感受上 感受和想法是不一样的 思考本身啊 也没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它有的时候啊 占据了太多的注意力 它太活跃了 冥想呢 是让我们更有效的利用思维 而不是被思维利用 冥想很枯燥 感觉也没什么用 问题是你是否带着一个强烈的目的 来冥想 你期望把冥想当成一个治愈的方法 或者是让自己获得某种感受的方法 不是这样的 相反 不带着任何的目的 反而你更容易得到更好的效果 因为冥想训练的就是不费力 不去奋斗 不去获取 而是静下来 静下来之后 自然就会生起平静放松的感觉 我冥想的时候还是很焦虑 怎么办 不要试着跟焦虑对抗 只是带着这个焦虑 去冥想就可以了 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感受呼吸的过程上 包容你的焦虑感 带着它一起冥想 练习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焦虑感会逐渐的减轻 我情绪激动没法冥想 我在冥想的时候 感受到很多压抑的情绪怎么办 当你情绪激动 这个时候不建议去冥想 可以去做做运动 或者是渐进去肌肉放松 等情绪平息下来 再去冥想 如果你感受到自己内心压抑了很多的情绪 那么也可以释放出来 通过哭也好 或者是自我对话也好 去宽恕别人对你的伤害 无条件地认可自己 等情绪平复下来之后 冥想会更容易一些 冥想很神秘 感觉太玄乎了 把冥想当成健身一样的运动就好了 我们只是利用这个方法 却让自己变得更平静 去减少杂念的干扰 就像是电脑清理缓存垃圾一样 在长期的练习之后 你的专注力会提升 大脑的工作会更有效率 更清醒 思维逻辑也会更清晰一些 就像是健身一样 锻炼身体是为了身体健康 更强壮 冥想呢 也只不过是锻炼心理 让你的心更有定力 让你的情绪更加的稳定 冥想的时候 总是睡着怎么办 我建议大家选 自己精力充沛的时候去冥想 比如说早上睡醒之后 还有吃完晚饭后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都可以练习 如果很困的话 很累的话 就不要去冥想了 这个时候直接去睡觉就可以了 冥想的练习是需要大脑清醒的时候 冥想需要引导音乐吗 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初学者可以使用 但长期练习之后 可以不再依靠引导音乐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冥想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 灵活地运用身体感受作为锚点 回归当下 减少思想的干扰 同时坚持定期的冥想 几个月的时间 就会让你有很大的变化 就说这么多吧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是安大雄 我们下期再见